好了這個鳳梯就要來囉 加上中南部前十多天以來一直在落後 影響到青菜的收盛 所以今天有賣酒的菜都起床囉 台北龍山公司 今天平均的掛價就比掌起三戶 看鳳梯就要不來 這些家庭主婦冠軍餐啊冠雷 唱到菜池來賣菜 大家先請個休假來買菜啊 這是有的菜真的買賣肉手 中南部他們漏幾天就要讓 當上香菜類 現在鳳梯買回來 第二期心理影響下 牽菜平均的配合介紹 每公斤四十三戶三 比今天一天賣三戶外 各的菜賣兩戶 保存貝賣四戶 湯匙菜一個手賣二十戶 到每公斤六十九戶 迪順也沒有客氣 賣十五戶 一公斤共要五十四戶銀 剝菜的話是有比較貴 而且就是比較容易第二天就會爛掉 現在有時候都一百二一百五嘛 也貴到一百八 大概整昨天又漲了兩成吧 但青江菜光批發 一公斤都破百啦 一個預期心理的一個上漲 大家不要去擔心這個菜家 會大幅的上揚 那更重要就是說 上廚一個穩定的一波段 農火會並沒有釋出我們的滾動 我們常煮的蔬菜 農火會要的大家不用擔心 只是說八月三十開學 前營養餐的業者也要開始買菜了 時侯菜感的粿鬆鬆 家庭祝福真正的擔心 排飾 根本 �